蘋果iPhone 13等等新產品 9月24號正式開賣了 原本10點才會開門營業的蘋果 這一次也提前兩個小時就開門 而八點鐘都還沒有到 民眾就已經在門口大排長龍 不過人潮跟往年相比 還是明顯減少許多 與台灣一樣 新加坡也被選為首播開賣國 以往蘋果開賣都能看到 大批民眾搭帳篷搶獲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嚴重 民眾最多只排了60分鐘 就能搶得頭香 我認為我們要做這個 要是第一次 我們要嘗試成為第一次 因為有時候我們早上 也會有一個人早前 所以我們很幸運 在這個年代 我們正是第一次 擔心出現群聚狀況 增加染疫風險 因此蘋果店人員 也不斷提醒民眾 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我認為他們擁有很好的 群聚會很小 比例如過去的餐廳 我認為他們做了安全距離 所以它應該會好 只要每個人都按照規定 一組快速入侵社區 也逼得新加坡 開始討論疫苗混打的可能性 MRNA抵抗力會比較快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把一個中國的科興 作基礎 然後你第二個針 三到四個禮拜過後 你打一個MRNA 你可能的那個 antibody level 跟它的耐性會比較強 跟耐得比較久 如今當局也宣布 9月24號開始 所有公共社區和私人醫院的病房 將禁止探病長達一個月 直到10月23號為止 同時增加醫院人員的檢測頻率 新加坡能不能成功控制住這波疫情 政府的每一個決策 如今都顯得至關重要 以上就是環宇新聞特派記者 門用成在新加坡的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